7个如果俄罗斯战败伊朗发生巨变 中俄一邪恶联盟将会有质的变化 这对世界政治格局 以及习打台湾会有什么影响 一定会打的 不管如何他都会打的 他打台湾几乎是他 一辈子贩卖自己的所谓国家民族政治理想的一个手段 一直以来 他已经深入骨髓 而且从他的安全政治各方面 特别是政治认知 对世界的认知 对国际上地域板块的认知 他就认为打了台湾 他就是人类上的英雄 中国历史的英雄 这个办法很难改变 如果有人骗你 你像罗大脑袋石耀岩这孙子 还有九指腰 他干坏事他知道那是坏事 撒谎 偷鸡 他根本不想灭共 他就骗钱 是吧 他就是精神变态 一个懦夫 他知道 最可怕的是 干坏事人 他不知道 他认为他干的是好事 那这就可怕了 就是执着的走向灾难 执着的认为杀人是正义 就是极端清零隔离 他不知道对中国经济有伤害吗 他不知道对老百姓这是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吗 他想想他当年没饭吃 他想想当年他爹被抓吃屎 他想想他们全家被抄家 15年监狱 你们死了让我很高兴 他有这种心态 那就很难说了 咱们老百姓都是用你自己正常的心态来看问题 但是他不是的